啊 會是 還是 喜歡 啊 月光 畫面現場市內湖區公所結合有關單位 利用假日的傍晚在大湖公園陽光草坪 舉辦一同看戲劇露天音樂會 活動邀請到台北市立交響樂團 TSO館樂團 結合歌手演唱快智人口的國台語經典歌曲 吸引許多民眾福老西幼來到戶外的大草坪 欣賞這場音樂饗宴 因為疫情的影響 內湖區公所大概今年度的第一場藝文活動 本來我們每年大概都有兩場 那這是第一場 第二場大概在九月 我們有所有內湖區所有的國小 國中 高中的社團 然後來做藝文表演 那今天的第一場我們邀請了勢力交響樂團 還有我們兒童劇團來做一個暑假的表演 希望給我們內湖的區民 大家一個愉快的暑假 讓小朋友可以來看看我們的兒童劇團 剛好今天的天氣還不錯 微風輕浮 然後很適合大家在家外躺在草皮 來聽聽音樂 也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時光 因為道工也大家都知道這是內湖的一個最主要的地標啦 然後它的場地也很寬敞 那交通也很適中 地點都很適中 交通也很方便 那所以我們大概幾乎我們的活動 大部分都在這邊辦理啦 那其實庇護國小也可以 但是它的腹地比較小一點 所以如果是大型的活動 我們大部分都在大和公園舉辦 那今天除了我們區公所主辦以外 我們有好多區局的單位都一起來協助辦理 包括有稅間處 郵局 國稅局 他們來做一般的宣導 那希望讓這個活動能夠更多彩多姿 那我們內湖區公所辦這個藝文的音樂會的一個活動 我們今天內湖區39個里的里長也來蠻多的 在這個地方又是很好的一個大湖 環境又好 大家在這裡聽到那個音樂 心裡都好高興好溫暖 那在這裡祝福我們大家都平安健康 港湖地區的民意代表也踴躍出席活動 包括立委高嘉瑜和多位市議員都到現場與民眾同樂 而適逢選舉年 各黨派的市議員參選人與團隊 也把握機會來發送選舉小物與民眾互動 讓活動的氣氛更加熱鬧 我們內湖區區公所我們區長林秉中對於地方的藝文活動推廣 非常的用心在父親節的時候搭配現在的父親節節慶還有藝文活動 舉辦了這個音樂的饗宴實在造福地方 然後我覺得是個仲夏業之夢 讓大家可以在敞陽在音樂的 美妙的音樂裡面 特別是在我們大湖公園 這個草地草皮 這個公園非常漂亮 大家看到綠草如荫 這個草地就是我爭取的 因為過去很多辦經常辦活動 很多草皮都會採到突光光 那因為里長跟我來會堪之後 分區養草 養草不是養雞 養草 把草皮養起來 所以大家看到綠草如荫 這個就是要有基層經驗 然後接受地方的陳情會堪 所以我覺得地方民意最重要要接地氣 也是選舉不二法門 所以要繼續努力 因為選舉到了 所以要站入口跟垃圾車 所以大家各位觀眾看到 我其實曬得非常黑 我甚至連月紋都曬黑了 那我皮膚整個都變黑了 甚至我在上節目的時候 連化妝師都說我已經黑到 本底塗下去都沒有用了 所以來繼續站入口的話都是這樣 不過我覺得站入口跟垃圾車 是跟選民互動的一個很好的經驗 包括菜市場的地方 這個都是基層接觸民眾 一個最好的地方 也是接觸民意最佳的一個管道 大午公園應該是世界一個美景 然後我們內務區公所跟我們內務的社區發展協會 連著三天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 在這個傍晚的時刻 我們舉辦了不同的性質的活動 希望我們內務區的居民能夠走出我們室內 到我們大午公園你看我們的整個山豪水的景象 這個在疫情期間慢慢的緩的時候 讓我們的家人一起走出來 讓我們的身體能夠更健康 讓我們的驚險更愉悅 對啊 我覺得親子的活動非常受到大家的歡迎 因為我自己也辦親子電影院大概有十年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很重視家庭要一起一起和樂 然後一同閱讀 一同學習 一同生活 一同娛樂 所以我今天辦這個活動我覺得真的非常棒 我們將來也希望市政府推出更多的親子活動 譬如說我推的包米花電影院 就是這樣的一個親子活動 然後馬上又在我們南興公園南港舉辦 八月份 對啊 我們一起加油 謝謝 選舉當然很辛苦 但是從辛苦的過程當中 就知道過去長年的努力 大家給你的評價 那我覺得那個努力的過程就化為接下來 每一天你會珍惜那每一票 有機會當選你就會去珍惜每一個選民的支持 跟記得他們的託付 那當然今天在大湖公園連續三天的 文化就在巷子裡的活動 每天的活動內容都不一樣 但是我們也看到每天就來了很多的民眾參加 雖然天氣很炎熱 但是透過這些活動 也看得出來這個疫情終於解封 慢慢解封了 大家願意走出來 全家走出來 那區公共所包括台北市政府這個文化就在巷子裡 這次活動非常豐富 我們也看到從區長 里長 還有我們地方的所有的社團 健康社區發展協會的理事長也帶了很多團隊 還有我們各式各樣的團體 民間的團體 內湖在地的團體 還有我們整個台北市政府相關的一些藝文團體也都來參與 造成 這個是一個希望是每一年他們都有機會來 那這個是我們內湖的文化 就在我們的大湖公園 非常精彩 大湖公園 大家看到這個天氣 每年區公所在這邊都有辦這種大型的音樂活動 那它很有意義的地方是它結合了台北市內湖區南港 內湖區 因為這是區公所辦的 它結合了台北市內湖區的所有的社團 協會 禮鈴 還有學校 它會讓大湖小朋友你有一個表演的空間 同時也可以讓這個場地發揮最有效的運用 還有這樣的草皮 夏夜的晚上聽聽音樂 我覺得那是內湖人很專屬 獨一無二的享受 那我自己是內湖南港的小孩 其實我小時候的大湖公園沒有那麼多人 也沒有這麼漂亮跟那麼熱鬧 這就是所有民意代表共同的努力 所以我覺得政治還是要落實在人民的生活之中 那我們這種新人從政呢 為什麼要背這麼沉重的氣球 其實它很重 它後面還有一個大電池 你看 它是一個很重的電池 是因為新人從政它比較少資源 比較沒有媒體會報導我們這種 平常默默在做事的人 所以相當很謝謝我們今天台北 我們台北電 中家新聞給我們被看到的機會 那我們其實跟中家新聞的理念也一樣 你不是報導那種有收視率的新聞 你是報導需要被看見的新聞 那希望說大家也可以中家新聞 還有我們這樣的人多一點被看見的機會 我自己把我的名字幾大化 像這個就是幼橙色的口罩 葡萄柚跟柳橙 柳橙色的口罩 這也是柳橙色的氣球 那我的名字呢 剛好現在有一個很知名的韓劇 叫Netflix的 好像一個什麼律師 我的名字正整練 板整練都是陳柳橙 每位議員參選人 琴跑港湖的活動 與民眾近距離互動 並透過選舉小物或文宣凸顯個人特色 都讓民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傍晚時分 全家大小在大湖公園的大草坪上 一邊享受大自然風光 一邊欣賞音樂饗宴 大家都共同度過了一個快樂又輕鬆的假日時光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